其實這裡面有設一個東西叫做Shelter 就是過濾的 它可以過濾掉你的一些 就是會被認為是不安全的語法 它會在你發布文章的時候就把你過濾掉 然後延展性就是你可以自己自己去往外發的 假設你想要這個功能 你可以自己寫一些你想要的功能把它插進去 然後接下來就是能夠進行設計和延伸 就是我剛剛講的 然後它可以支援基礎的建設像文件跟社群 然後一樣可以把內容分成別類 然後這一個東西如果你想要計算起來的話 你所需要的技術是評估人員跟一般使用者 然後這個是一個企業網站的例子 然後假設你是一個老師的話 你想要一個可以自訂使用者角色和權限的網站 然後讓學生可以彼此分享討論你的學習心得 然後有共同筆記 可以讓學生快速掌握去學重點 每個人貢獻一點點 然後如果你想要有多個 裝成每個學生的學習紀錄還有評分系統 讓大家看到說這個文道不錯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這是我們的SLS 所以現在大概就是看了一下珠寶它的功能 那我就慢慢的介紹它的功能 這樣子 然後就像剛剛提到的 珠寶它有獨特的共筆功能 就是可以大家一起來貢獻內容 然後接下來是友善網址 友善網址 那友善網址就是 它會利用APPA-T的Modelight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讓你制定在 就是你的內容在 這個server上面的網址 然後可以對於使用者和作所引擎來說都很方便 然後接下來是它有模組 之前有提到很多 然後就是有核心改動外面的好作 就不多說了 然後線上說明的話就是 它已經有 其實在網路上已經有 其實已經蠻完整的線上說明 那等一下應該會看得到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在網路上找 它的資料其實蠻多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是開放原始 就是它已經 就像那個什麼 作業系統例例的那樣子 就是已經把東西都已經放出來 讓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它的原始是怎麼樣 可以讓大家自己去特製化 然後接下來就是個人化 可以讓你自己在裡面 想要怎麼樣設定你的網站內容 就可以怎麼樣設定 然後還有以角色為基礎的全線系統 就是我剛剛說的 如果你想要 譬如說你想要讓 像我們 SLS的話 就是老師跟學生的角色 都有不一樣的全線 那簡單來說就是 老師可能可以什麼 就是管理大綱之類的 那學生可能就只能發文 這就是以角色為基礎的全線系統 然後還有建立搜尋 就是祝福裡面 它有一個綠色的搜尋系統 然後還有使用者認證 就是祝福其實可以 就是你在裡面 註冊了一個使用者的帳號 那你也可以在外面 註冊另外一個帳號 但是來 來祝福裡面使用 然後它可以跟 就是還可以跟LDEF 試圖進行整合 就是學校的那個 認證的系統 就是你進去看那個 什麼成績的那個系統 它可以跟那個帳號進行整合 然後它還有投票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在裡面發幾個投票 然後就是可以自己設定 你要什麼樣的投票的那個選項 然後讓其他人投票 它自動幫你重計 然後讓你看到結果 然後版型 就是之前有講過 版型的話 就是它把內容跟外觀分離出來 所以版型它是用標準的HTML 和PHP寫的 所以其實你只要匯這兩個話 就可以去 就是制定你想要它的外觀 怎麼樣子就可以自己寫 然後接下來是主題式回應 就是有點像是你一個文章 然後它可以有很多 就是你可以在下面發表回應 然後它可以有些程式的 就是一個回應 然後現在做一個回應 這樣子 然後還有版本公式 就是它會紀錄裡面 到底就是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它可以 它會把這些東西都記錄下來 然後如果 如果你發現就是覺得 欸不想我這樣子 你做了錯的事情 你還可以把 就是內容回復到比較早期的版本 接下來是它有內容傳統的功能 它會把你那個網站內容 用RPM或RSS的功能 就是把它回出來 讓其他人可以看或是使用 接下來是它有多語氣 然後多語氣就是 它其實就是可以翻譯成 把你的網站內容翻譯成很多個語言 像SLS的右下方 就有一個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介紹到 如何使用這個東西 Juplo 然後我現在大概就是放一個影片 是Juplo 直接燒的影片